安波足球快信 拉素今季二格排名已经被定格在第六的位置 就算最后的两场联赛结果如何 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最后两轮联赛只是例行公事 所以他们实际上算是提前放暑假 只不过 对于拉素主帅恩沙基来讲 这场胜负就有着另外一层的意义 恩沙基要为哥哥恩沙基创造出户级的希望 只要拉素金仗赢波 拖连奴和奔尼云图就依然只有三分差距 后两者将会在末轮上演一场定生死的护级大战 胜方流败方走 况且拉素今季主场出击的联赛当中 已经有13队在此地饮恨而回 而且球队目前还保持着一波主场12连胜的耀眼战绩 今季联赛攻入20个波的恩沙基尼 在以甲神射手榜上 要追赶朗拿道的29个波已然无望 但在纵正两轮的情况下 想要赶超排名次值的劳卡古23个入波 还有些望做到 相信无论在攻在尸 他们都不会轻易放过拖连奴 在阵容方面 后卫亚沙比金仗亭赛受罚 后卫梅沙基奥则因伤不可以出场 如果拖连奴今季最终降班的话 那完全是他们自己够游自取 不可怪人家 事关他们在季尾这个关键阶段表现差强人意 近六轮联赛只赢过早已降班的柏尔马 最近两轮更加屡战屡败 而且总共只攻入一个波 但就失掉11个波那么多 球员士气都被自己输光 本来拖连奴可以早早成功上岸 他们哪怕能战胜为罗纳或者 博洛尼亚这两支成功上岸的队伍 又或者近两仗但凡获得一个积分 亦早已无后顾之忧 但是拖连奴始终保留着彩蛋 硬是给奔尼云图有个希望 正所谓自作业不可活 按照目前剧情的发展 状态全无的拖连奴 本轮控上主场战斗力强悍的拉素 只能是遭遇三连败的命运 在阵容方面 中场高查克等人均因伤无波踢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和赞我们的专业 M直播提供经销二级发入NBA赏赏 足球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 立即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看好球